最近的乌东战场,巴赫姆特贝斯做焦点,一如当初的马里乌波尔。我对于战场的具体地理位置并不熟悉。我所关注的是各大势力之间的纵横博弈。所以当初看到马里乌波尔如此难打之后,觉得俄罗斯人的打法太硬了。孙子兵法有云,上兵法谋,功成为下。但俄罗斯在这方面做得似乎并不是很好。当然俄罗斯人做不好这件事。 也不能单怪俄罗斯人的战斗民族特征太强。而是西方的欧美诸国主导这个世界的话语权。以及文化主导权太久。俄罗斯以一己之力,很难在政治宣传上扳回局面。事实上就是中俄联手。也无法在目前的国际政治生态中。和美西方在话语权和文化主导权上打个平手。目前大家都是在被动防守,虽然局面正在转好。 所以功心为上这件事。对于当前的乌冬战场来说。俄罗斯做得并不容易,效果自然也不会很好。不过虽然功心难做。但工程方面俄罗斯做得也不算好。 虽然我们只是纸上谈兵,可截止目前。俄罗斯方面在顿巴斯地区的战况。却并没有取得较为全面的胜利。比如最近的巴赫姆特,它实际上处于顿巴斯的腹地。虽然俄罗斯一度占领了顿巴斯地区。 与乌克兰中部地区接壤的红利曼。但实际上它并没有把全部战线,推进成一个完整的线性对峙防线。 在顿巴斯的内部,依然存有大量乌克兰军队的防御堡垒。这个巴赫姆特就是其中之一。 就如当初的马里乌波尔。但马里乌波尔是在战争之初的防御堡垒。而如今战争都快一年了。顿巴斯腹地依然存在着大量的防御性堡垒。就有点说不过去了。 这说明在俄罗斯的战略部署方面,并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战略方案。而是东肯一口,西肯一口。这导致了俄罗斯截至目前,依然没有完全掌握顿巴斯地区的控制权。 这大概也就是为什么乌克兰迟迟不肯谈判的原因。因为就目前的局面来看,乌东的顿巴斯到底属于谁,还是很难说的。 毕竟在距离顿涅茨克首府,仅仅只有五六十公里的地方,乌克兰方面还一根大铁钉,牢牢地定在顿巴斯腹地。俄罗斯固然可以说自己这是在维典打员。乌克兰也可以说胜利的种子正在发芽。 如今俄军终于完成了对于巴赫姆特的包围。接下来就是要复制他们在马里乌波尔的胜利。这一点似乎并不值得质疑。 以俄罗斯的打法,哪怕就是不用任何兵法智慧。最终拿下巴赫姆特也应该是可以做到的。 据说在巴赫姆特是北边六公里的。一个叫做克拉斯纳哥拉的村镇。俄军的监听系统已经听不到乌克兰语的通话。 在这里他们听到的都是英语和波兰语。也就是说目前在巴赫姆特周边的防御阵地上,很大一部分人都已经不是乌克兰的国民卫队,而是来自波兰和北约国家的雇佣军。 这说明乌克兰的耗材已经快要燃尽。而欧美诸国开始在乌克兰燃烧自己的木柴了。事实上我们都知道,在目前的乌东战场乃至乌克兰全境,俄罗斯都掌握着绝对的制空权,以及绝对的空中打击力量。 那么这些在战争已经进行快一年的乌东腹地。这些外国雇佣军是如何进入的?而他们能够坚持到今天,又是为了什么? 仅仅是为了证明乌克兰政府军在乌东的存在。恐怕不尽然。我一个多月前曾经,就俄罗斯的换帅这件做过推理。那就是无论是俄罗斯方面还是欧美方面,都已经在积极准备一场大规模的战役。其中,不排除美国以及北约,其他国家军队的直接介入。最起码,会是一场大规模的反攻即将开始。推理的依据既有俄罗斯方面的换帅。 也有欧美各国,开始对乌克兰提供大型进攻型武器。目前美西方的盟友国家都开始积极筹备。对乌克兰提供主战坦克以及其他进攻型导弹。 特别是前不久,泽连斯基到访欧盟,开始向欧洲国家索要除了坦克之外的飞机、军舰乃至潜艇以及中远程导弹等攻击性武器。 泽连斯基的访问并不是一时起义。一定是早就谋划好的既定行程。之所以亲自到欧盟,不过是为欧洲各国援助武器。提供一个程序上的合理性而已。该给什么武器?该用怎样的方式给?应该早就在美国的协调下达成了意向。 一切都是为了未来几个月内所发动的大规模战役做准备罢了。昨天,美国政府开始正式对在俄美国公民发出警告,要求他们尽快离开俄罗斯。这并不是说美国将会亲自参战。或者说,美国和北约将会对俄罗斯境内发动攻击。我的判断是,一旦这场大规模战役打下,俄罗斯胜利了还好说,如果俄罗斯战败。 在俄境内的美国,以及其他援助乌克兰国家的民众,在俄境内恐怕会受到极不安全的遭遇。虽然美国刚刚派驻了新一任驻俄大使,虽然目前生活在俄罗斯境内的美国人,一定已经少了很多。但美国发出这样的消息,无疑是在告诉世界,美俄关系将会进一步紧张。 甚至可能会出现美俄之间的直接冲突。而这种紧张最大的可能,就是来自于即将到来的乌东大战。为了确保乌克兰,在本次战役中,取得优势,或胜利。 美国人这次即便不会亲自下场,也会以最大化的援助方式,对乌克兰政府进行支持。这样一来,美国人在俄罗斯自然也就不安全了。 大规模战役已经拉开序幕。但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。那就是乌克兰老百姓和士兵会不会为此卖命?会不会甘心当耗财?答案自然是否定的。 即便乌克兰人中反战情绪并没有达到高峰。但经历过一年的战争后,能够给西方当耗财的乌克兰成年人,估计也不多了。否则就不会有这么多波兰,或其他英语国家的雇佣军出现在巴赫姆克。 所以接下来的大战就一定会变成,俄罗斯和西方国家的非宣战形式的直接对决。这对于俄罗斯固然是一个考验。但对于西方国家何尝又不是一个严峻考验呢?原先他们只是拿武器给乌克兰人。现在却要连人带武器一起到乌东去烧。面对俄罗斯强大的火力。这样的耗财到底有多少?到底能烧多久? 如果本次战役俄罗斯人打赢了,西方国家还有没有勇气继续添柴去烧?这都是非常值得一看的看点。事实上美欧各国当前也面临着很大的压力。我不认为西摩赫是爆料北溪二号管道爆炸。是美国所为,这件事就是一件单纯的记者正义性报道。这件事突然被掀开。其背后一定有着西方另一股力量的参与。 白宫的身后也是有政治立场的。这股势力,不愿意让俄罗斯和欧美,拼得两败俱伤。让其他国家渔翁得利,所以才爆出这般猛量。 以分化欧美合力对战俄罗斯的力量。只不过这股力量目前并不是欧美主流。 所以我们看到北溪事件,受损最严重的国家之一,德国政府对此坚默不语。所以我们看到,尽管美国发生严重的化学品爆炸事件。 美国媒体也不至于此的现象。就是因为大战之前,他们不希望任何负面消息来影响他们的团结。影响他们的信心。一切都将在几个月内发生,并在此后产生巨大影响。 至于我们怎么做,其实很简单。默默做我们该做的事情就好了。 耗材的燃烧在欧洲,耗材甚至也在美国燃烧。我们可以利用的是这些耗材所产生的热量。